其實剛剛看到昨天晚上這個韓科的這個晚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最奇怪的地方 韓國瑜名義上是我要宴請各黨團 請問柯文哲是黨團成員嗎 柯文哲不是啊 柯文哲是黨主席啊 那你黨主席在那邊做什麼 韓國瑜之前有宴請過國民黨黨團 沒有錯 請問朱立倫有去嗎 沒有 沒有去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柯文哲確實落入一個 我覺得讓人覺得有點可悲的情境 就是說簡單講就是湊熱鬧到處蹭 深翰體諒一下啦 反正民眾黨就八個人而已啊 再加個柯文哲也才加一個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是已經非常非常強 感覺到基本上現在民眾黨整個的舞台 就是在立法院 可是在立法院的路線不是柯文哲可以掌控的 所以不管是黃郭昌控路線 還是黃珊珊的路線 這些路線之間的分歧 看起來柯文哲掌控的程度越來越低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在這個場合 他一定要出現一定要來 一定要去湊熱鬧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 再不來就快被黃國昌弄倒了耶 對 你看這個小草已經流失多少了 將近一百六十萬支持者耶 再來一個是剛才明玉姐講到 昨天黃珊珊的這場記者會 大家都看到了 所有的人都問 那黃國昌呢 我覺得這可以接下來繼續觀察 在接下來民眾黨到七月十六號 這個會期結束 延會結束之前 這些民眾黨要公布的重大法案 黃珊珊跟黃國昌 還願不願意同台 還願不願意同一個鼻孔出氣 我覺得這件事情大家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你覺得黃珊珊有可能藉此來拿回主導權嗎 尤其是黃珊珊昨天在講的一個話 大家都印象 第一個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標榜 他跟國民黨的不同 這很明顯 其實是跟黃國昌是不一樣的調子 黃國昌的調子都是 我跟國民黨如何合作 如何合作 要來打敗你民進黨 要來對抗你民進黨 但黃珊珊的調子 對不起 他是說我跟國民黨先不同 但他一副又好像要尋求 民進黨的合作 但到底要不要跟黃珊珊合作 或者是我覺得這當然後續 大家還有戲可以演 可是你明顯感覺到 不只是黃國昌沒有在現場而已 連整個論述的調子 或包括整個政黨合作聯合調子 都跟黃國昌很不一樣 但說認真說 其實在有黃國昌的政黨裡面 出現這種狀況 大家已經是非常非常習慣了 過去大家還記得時代力量就是這樣 你只要我跟你說 只要有黃國昌的政黨 就必然走向這種路線的分歧 原因很簡單 因為黃國昌其實 他的習慣是 他沒有在跟黨內溝通的 他說的就算 他又擄獲最大的聲量 他想怎樣幹就怎樣幹 這就是黃國昌最大的風格 就他自己個人得利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民眾黨 在黃國昌這樣子大力的 這樣亂搞下面 後面會怎麼走 我覺得這大家可以觀察 那邊有很多問題 好